1960年的复活节那天,英国男子David Latimer在一个石家伦的玻璃瓶中放入土壤,植物还有一些水,然后将瓶子密封,之后就没管它了。 没想到50多年后,玻璃瓶内境发展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,变成一个绿意盎然的小花园。 David制作这个玻璃瓶小花园时才26岁,如今它已经是80多岁的白发老人了。 1972年,它曾经打开瓶子浇过一次水,之后再也没有打开过。 如今瓶内植物翠绿繁茂,生气勃勃,实际上瓶内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。 虽然玻璃瓶密封,但是瓶内的植物依然可以进行光合作用。 最开始倒入瓶内的水提供了必要的养分。 阳光照耀水蒸发到空气中后,冷凝在屏蔽上再次回到根部。 剥落的枝叶通过土壤中的细菌分解,释放出滋养植物的二氧化碳。 下面这段影片中详解料如何自制玻璃瓶花园。 没有补充水分和空气,这个小小的生态系统竟还运作了半个世纪这么久。 真的太神奇了。